2023年1月9日 沃州滕县原县委书记黄东明 被滕县富荣村的村民陈克正和他的同伙绑架 1月12日下午 黄东明被公安解救 一位接近案情的人向澎湃新闻透露 说黄东明被绑架后 绑匪是向他勒索三千万的 他的家属在支付了一千万赎金之后 绑匪没有放人 咱也不知道怎么谈的 可能就说让他分妻付还是怎么付 家属是没看到人就报了警 现在黄东明是沃州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 1月20日有关的记者联系上了黄东明 但是对于绑架这件事 黄东明不愿意再说这个事 难不知因为当时这个事对他造成心理阴影还是怎么的 一个供销社主任能拿出一千万 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 那说明了什么 第一 就说绑匪应该是对黄东明有所了解 要不然不会直接勒索他三千万 看来呢 他们在就说作案之前对黄东明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这个绑匪看来还是很敬业的 要做就做得踏踏实实 第二 传闻如果属实的话 这个黄东明的一千万是哪里来的 是吧 这个才就说产需要向大家有一个交代 是吧 这个财产有点巨额呀 一千万 他的工资是达不到的 第三 传闻如果属实 绑匪得了一千万 为什么不放人 是不是他们认为黄东明有能力拿出三千万 如果说绑匪知道他有钱 但是呢 知道他有多少钱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说要三千万 是绑匪胡乱开出价格 我感觉那个呢 和他的绑架的目标 好像还是不大一致 因为他肯定知道 大概知道他们 贪了很多钱或者啥的 那样他才会 给他要三千万 是吧 传闻如果就说属实的时候 就说黄东明被绑架了 这家属 会不会在这几天里和绑匪呢 之间有过这个交涉 是吧 如果说 其实吧 咱们细算 他这个传闻吧 能不能算是 有真实的可能性 是吧 他这个三四天的时间 其实也够快 他的家属如果和绑匪有交涉 有那么一两天 当天看人不回来 是吧 打电话 或者是第二天 绑匪给他打电话 就说你交多少钱 他得抽钱吧 差不多第三天 第三天 你看人不回来报警 第四天 他破案也得有时间 所以说 这个传闻 我感觉这个传闻 属实和不属实 的可能性都有 你还要一下真的保半斤 因为他时间太短 要是时间长的话呀 就说是 六七天 七八天 那就有可能 要三四天 你加上破案时间的话 我感觉 有可能传闻 有可能传闻 咱刚才说的也就是说 如果传闻属实 要是传闻不属实呢 是吧 再一个 他们呢 为什么敢绑架黄东明 我估计啊 他们是认为 黄东明也有说不出口的秘密 是吧 绑架了他 跟他勒索钱 他有那个能力 是拿出钱来 他也不敢说 他要说了的话 可能人家要查他 是吧 我估计是这样 但是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 他这个家属 交一千万书金 还没有被作失 仍然是个传闻 即便这样 网上也掀起了渲染大波 好多人呢 就认为他 这个传闻肯定是真的 要不然无风不起浪 可见了 我们现在 有些 就说 单位 应该呢 加大 反复力度 如果是好干部 一查 这个 这就是个传闻 不是真的 我们还是要动用 如果说 有点 其他的 注射马界的 也可能呢 算是个意外收获 每一个 都 那 这 咱 咱 感谢观看